恰文和深藤 非常開心,今天在 我昆顿身邊有OV鐘宇船 Hello 大家好 HELLO 今次找你聊天是由新歌 這首歌叫做到底哪有真相 一個好怎樣說 一聽到歌名或看見歌名的時候 已經是便會吸引到 到底哪有真相 究竟這首歌是講甚麼呢 就是講究竟哪一件事是真 哪一件事是假 你經常覺得那些事是對的 哪一件事是錯的 又未必是對的真的錯 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講到下當下蛙 其實我們沒有穿衣服 但沒有穿衣服究竟是對的還是錯的 是我們世人家所放進去 現在你不穿衣服出街 你就要讓我們踏回警局 所以其實真真假假 對與錯都是我們世人自己定出來的枷鎖 我們就是被這些枷鎖困住了 因為有些事甚至是在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環境 他都會有一個 他的狀態上的分別 就算是同一件事都好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 他都可以是屬於對或者不對 或者被批評為對不對 其實有這個所謂的枷鎖 你自己有這個問號給自己 為何會是這樣呢 其實我也不想 但因為會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就是這樣 你也明白 我們總之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跟隨行動 譬如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如果你不做功課 是不是錯了 是的 但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制度上 就是會令到我們 這件事都要奧卑奧卑遵守遵守 但是有時候就是因為這些規矩 令到很多人不敢突破 就是為何我這個MV 會找一些爆的人來拍呢 就是想大家突破 就是跳出自己的框框 所以我覺得你很厲害 就是坤頓你很厲害 就是你自己去建立自己的頻道 做自己的YouTube 就是自己想方法去令到自己改變 這樣就可以跳出框框 等等 先澄清一下 這個頻道不是我的 我是仇心的 我明白了 但是你去做主持 是的 我想去建立一件事 就是起碼在我效力的這個頻道裏 我想做一些我想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的方向 我的習慣 我的角色會怎樣 我訪問的形式會怎樣 我有我自己的一些堅持在這裏 但是好了 在你的時候來到這次要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是你和你的團隊去說 你有這個想法 還是怎樣去做出來的 其實這次就是大貓歌 都是三千天日記 還有蛻變作曲 填詞人 那大貓歌他就有這個想法 他覺得為何我們要被一些框框 他就想做一首這樣的歌 我也是了 又是成就他作為他的歌手 當然是要幫他演唱演繹這首歌 但是其實幾首歌都是大貓歌去做一個主導 即是題目上 即是曲詞的創作上 你自己好像變為一個純粹的歌者 不是快女來的 那個MV是我和經理人一起去想的 是的 究竟怎樣拍呢 怎樣特別一些有趣一些 帶出到的主題呢 我不是說快女的 只是你自己在音樂上 其實我見你在之前的一些作品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多一些自己的想法 你會有你的出發點在這裏 但是現在這個不是說不好 但是好像是你去 agree了大貓歌的一些想法的時候 你覺得都很有趣 都可以放在自己身上 那我們做吧 但是好像沒有了你一些原創性在這裏 沒錯的 因為其實公司都給很大自由度 除了公司出的歌 其實我自己都有推出一些歌 好像Metaverse 360 都是我自己的東西來的 那麼再接下來 再後期一點 可能下半年 都會有首快歌 Back Off 再加上也會有多一首歌 和一個男生Crossover的 也叫澤俊威 這些歌全部都是特別的 都是玩一些電音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公司出的歌 和我自己的歌 是可以雙線發展 其實是很棒的 OK 我就不用給一些框框 公司就給了很多空間 我可以跳出框框 OK 好了 那你就說這首歌 在MV方面 自己就給多了一些想法 去怎樣去呈現這些事情 更加立體 好了 那你告訴我 為何MV會是這樣 MV我們就請了夏衛BB 和阿姨 還有我兩個朋友 一個就是魏良阿Stab 還有一個是TOMBOYFRIEND 都真的很好 他叫Monet 為何他請了他們四個演員 就是想特別 對 人們說是奇怪 但我覺得是特別 就是你們西族人說他們是奇怪 其實他們不是奇怪 他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有多少個人做自己喜歡的事 你說 可能我們讀書很可憐 可能有些人都不是想做老師 但因為他讀了那科 然後又迫著他做老師 我的朋友是這樣 即是不職業之後跟我說 很傷心 一直都要做銀堂 或者做老師 但其實他們不是真的喜歡 想做那件事 他們就是最厲害 夏衛衣 穿什麼衣服 穿超雲衣也好 他有扮圍超迷妙 在一個MV裏面 又扮馬者 一乾一油 他幾十歲也好 幾十歲也好 他都是要穿高跟鞋 化一個很漂亮的妝 我覺得自己是最漂亮的了 那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他就是厲害 然後阿姨 他什麼都不管 他拍MV的時候 導演拍完沒 為什麼還要拍多一次 不用了 這個就可以了 他是會這樣的 他真的是這樣的 但他是目無表情地說 為什麼又要拍過 剛才那個味道很好 他就是敢言 你有多少個人 真的夠膽敢敢言 在導演面前會這樣說 你可以說他沒有禮貌 但其實他做回自己 沒有禮貌是我們定義給任何一個人的 為什麼不可以說粗口才有禮貌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我們自己 世人定出來的東西 就是我們 究竟誰是適合還是適合 其實這個世界沒有本身 沒有給定義我們 然後兩個朋友 有人變了性 阿Stab 但是他覺得自己漂亮 因為他真的很漂亮 很Elegant 他覺得自己很Proud of自己 我會告訴別人 我是藝良 我是一個很出色的藝良 他就成功了 他不理會世俗的眼光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其實我很尊敬他們 因為我自問自己做不到 我因為工作的需要 我不可以做回最真實的自己 我正想問你覺得自己有多真 我真的不真 因為我在鏡頭面前很坦白 我平時真的很市井 我查餐廳 快餐店 乘地鐵 乘巴士 的士都不想浪費錢乘那些 其實我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還有我平時跟朋友溝通都很粗魯 但是有時候出去工作 對著鏡頭 你無奈就是要有一個框框給自己 你不可以做某一件事 但是世界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要向現實低頭 很無奈 但是在框架裏面 其實都是 我們會有一個所謂的遊戲規則 會有一個所謂的框框在 但是你如何在這個框框裏面 在邊界上游走得舒服 游走得漂亮 那就是藝術 你覺得你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做得有多好呢 完美呀 哈哈哈哈 比如我平時在舞台上做主持 那些人覺得 嘩 你很高的大方 很斯文 做得很好 很正統 連聲音都搓起來 就像新聞報道員那樣 但是可能我一去後台的時候 我就會跟後台的panel 或者音響告同事 大家一齊好像很試頂的溝通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 變面可以在一秒裏面 變了一面 做回自己的人 但是沒有辦法 那我的活動或者一個 所有的工作都是要成就別人 不是要成就我自己 那這也是一個專業的狀態 是啊 那這次回到這首歌 其實你要去唱一個大貓歌 提出來的idea 他的旋律 他的歌詞 你把這份感覺 放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其實你怎樣去投入呢 其實沒有的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 唱出了我的心聲 嗯 就是不同之前可能 三千天日的 是他的故事 嗯 是他的故事 那是一個很個人的故事 是啊 我只是唱出來演繹 但是這首歌 其實就是我心底裂面想說的 嗯 是啊 究竟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呢 那些人 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很慘 大家迫著要虛偽的 你知道嗎 那你看到別人對你虛偽 但是 就是怎樣說呢 人與人之間總有一個某程度上的虛偽在這裏 就是不會是一定很真地對處理的 是 當你看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會怎樣的 我會 break through 它 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跟那些人溝通 譬如有些人說話很荒蕩 不知道有沒有遇過 嗯 我看到一些很荒蕩的人 我就會很chill 這樣跟他聊天 等他去做自己 跟著呢 聊多大概三分鐘四分鐘之後 他就會放下他的那副面具 他就會開始沒有那麼荒蕩 因為知道我都不是那一種風格的人 可以感染一下他 是的 我都不是書身風格的人 他就開始用他自己平時 可能跟老婆 子女 或者跟家人聊天的方法來跟我聊天 所以很有趣的 我有很多可能一些商會會長 或者一些政府機關的高層的人員 機關人員 初初認識的時候 他們都有動場 但是呢 認識了很久之後 他們會真的 make a friend 然後大家都會很chill 很開心地聊天 還有他們都會跟我說一些秘密 是的 他們會當我朋友 會覺得我是很true的朋友 就會跟我說一些 他們平時都不敢跟旁邊人說的秘密 然後就叫我幫他保守秘密 我就變成一個樹洞 是的 就是這樣 你剛才也提過 其實除了說 就是大貓哥他會有他的想法上去 幫他處理 幫他演繹之外 你自己都有自己的音樂想法在 剛才我聽說你數都數了三首出來 那是不是就是說 其實那些東西已經在做完 其實呢 back off首歌 MV已經拍好了 都已經剪好了 歌又所有東西都弄好了 但是就真的要先出公司的東西 因為公司的優點是第一次優點 我也要尊重 那出完這首歌之後 再慢慢就會鋪墊自己的所有歌曲 是的 因為其實所有東西 我覺得公司給我這麼好的資源 譬如今次這首歌 其實他們都真的等了六位數字 來幫我做這首歌 我是很感恩 因為很多時候 起碼我這個年紀 不用被人雪藏 已經是非常之很開心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 因為疫情之後都已經失敗了 或者公司沒有再幫他 停了在這裏 甚麼都做不到 但是公司起碼保持著 都會一年幫我出一兩首歌 或者兩三首歌 所以其實很感恩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的東西 是最後的項目 公司是第一項目 先處理了公司的東西 起碼它在幫你 在事業上的發展 然後再去慢慢做自己 想發展的東西 一些可能 策略一點點的東西 一些自己真的 想表達多一點的東西 是 慢慢來再抱給大家看 OK 現在就有這首歌 我們先聽著新歌 下次再回來聊天 多謝昆頓 拜拜 請按訂閱 點讚 小鈴鐺 小鈴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